大家好 我是東京走的橋的鮑勃 東京的車站真的很多 光是地下鐵就有13條線 總共286站 然後JR也有142站 還有像百合海鷗號 去機場的經濟線 或是單軌電車等等的私鐵 真的是算都算不完 只要你想得到的景點 絕大部分都有車站可以到達 帶來東京五天私業的時間 又能夠使用到幾個車站呢? 本集影片的東京要用千寫易懂的路線一直游的方式 教大家如何用省車費 而且有效率的方式玩東京吧 玩之內限於1954年的1月20號啟用 本線的總長度24.2公里 總共有28個車站 路過大型商業區 比方說新宿 池袋 銀座 東京車站 也有經過幾個觀光客比較少區的住宅區 比方說明河谷站 或是新高原寺站 2017年每天使用玩之內的總人數是135萬人 是東京Metro的第二名 那我們今天就挑幾個玩之內限的車站 來個一日遊吧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從玩之內的最後一站池袋開始吧 現在時間是早上9點 一日之際在雨晨 就來吃吃當地知名的咖啡店Coffee Valley吧 那這家店早上9點開門 因為名氣滿高的 所以剛開店就趕快進一店以免排隊 這家店的咖啡特色就是咖啡豆是店家嚴選 然後直接在店內烘焙 確保咖啡有一定的品質 包伯點的早餐培根蛋吐司的吐司 是來自於日本超有名的麵包店 帕爾拉江古田的吐司 吐司跟蛋都很鬆軟 培根也不會油 是一個風味十足 但不會造成太多負擔的早餐 慢慢吃個早餐 現在大概是接近早上10點左右 我們等等去池袋的Sunshine City看風景 從這裡走到Sunshine City大家可以看一下池袋的街景 如果難吃帶勾引的草皮 在馬路跟小巷中穿梭 看看比較沒有人吃帶也不like 我們花1200日幣登上60層樓 高250公尺的Sky Circus 這裡比較沒有像Shibuya Sky 或東京鐵塔的觀景塔來的知名 所以人通常會比較少一點 可以比較悠閒的觀賞360度的東京景色 離開Sky Circus 大多數的店家已經開門了 大家可以回到車站附近稍微逛街一下 但不要逛太久 因為今天要去的地方還蠻多的 我們搭乘丸之內線兩站就可以到達明河谷站 這個車站位於文京區 是一個著名的學區 也是一個優閒的住宅區 我們離開車站可以經過主播大學的 東京校區旁的教育資深公園 樹木非常的茂密 有種建造森林的感覺 教育資深公園的旁邊 是松平賴園 與1660年創建的房屋園址 站村園 離開站村園 我們要去鮑勃近期最喜歡的新天地 國子地迷盛以史基 小石川植物園 活成東京大學大學院 理學系研究科 附屬植物園 也是日本第一座植物園 這裡原本是德川幕府所設置的 御用醫學藥草園 從明治維新開始 成為日本現代植物學研究的發源地 植物園本館夠收藏70萬個植物標本 喜歡植物的人應該會喜歡這裡 但鮑勃其實對植物還好 喜歡這裡的原因是因為它的自然氣息 這裡的腹地總共16萬平方公尺 雖然只有上野恩池公園三分之一大小 但由於沒有過多的人造物 有種不在東京的感覺 現在時間下午一點多 應該快餓風了吧 我們來到東京車站 直接進去這裡的麵包反名店Veron 這家店Bob跟委員介紹過他們精彩的早餐 我們來吃吃看他的中餐 這家店知名的法國麵包 使用法國的小麥製作 軟硬適中 而且口齒流香 蔬菜湯味道濃郁 而且蔬菜給了一點都不馬虎 應該很健康 烤鴨腿肉 烤鴨腿肉 這個鴨腿肉真的很好吃 烤得恰到好處而且一點都不柴 最後再來個草莓聖代 滿滿的草莓居然跟開心果非常的搭 吃完午餐我們就留在東英車站周遭走走吧 東英車站本身的建築就是一個很棒的打卡景點 1914年啟用以來 一直是日本全國鐵路網路的重要樞紐 我們從新玩之內到了7樓 或從吉田的6樓的頂樓庭園 吉田花園 看東英車站都會不錯 玩之內重通了步行的天國 散播或稍稍血拼以下後 我們就離開東英車站吧 現在時間大概3點半左右 我們來到了新宿三丁木 也是一級的商業戰場 說實在話這邊真的不用鮑勃多說的介紹 挑一兩家自己喜歡的百貨公司或電器行 或是藥裝店逛逛吧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不是新宿一日遊 而是玩之內餡一日遊 等等還要去其他地方吃晚餐 在這裡逛個頂多兩個半小時就可以囉 逛得開心嗎 我們離開新宿前往我們今天的最後一站 新高原寺 我們抵達新高原寺大概是晚上6點半左右 高原寺本身是住宅區 由於房租並沒有很貴 很受單身的人或學生的喜愛 也因為如此 這裡的商店街非常的發達 沿著商店街一路走 可以發現很多古著店 沒錯 這裡就是古著愛好者的天堂 大家一定要在這邊挖寶 而且多數的店家都營業到很晚 不怕店太早打烊 除了逛街以外 我們也是要填飽肚子的 來介紹一下這裡的必吃名店 天婦羅Tenske 這家店在塔貝勒哥或古羅上的評價都很好 店長利元先生以評價以及高品質的天婦羅 打動了在地的人 以及怪國觀光客的味蕾 現場做給你吃也是一種享受 那我們吃完飯後 玩之內一日遊的行程也告了一個尾聲囉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行程 以上就是這次東京電車一日遊的介紹啦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幫到大家規劃行程 也請大家敬請期待我們接下來推出的行程囉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東京走路橋的頻道還有很多行程讓你參考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偉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如果想要更加支持東京走路橋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讓我們可以拍攝更多種類的影片 大家下次再見囉 掰掰